欢迎收听 杨神 作者梦入神机 第七集 啊 原来这群狐狸来请我教书还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给书分类 以后方便阅读啊 想不到这次来西山为母亲守坟读书求过清景 却碰到了这样的事情 那个叫原非的女子居然拿出皇宫之中的赤金钱币 她和狐狸到底什么关系啊 这件事情扑朔迷离 哎 且不知道是服饰货 给藏书分类是一件大货 很多富贵人家藏书数千册 都要请资深的读书人分好类别 红义虽然读了许多的虎怪笔记 里面大多都是多情狐女才子家人 但是自己真的碰到了 却感觉这些狐狸啊 并不只是读书修炼那么简单 这不简单的想法直接来源于 原非皇宫里面的赤金钱币 不过啊 这些都是无头绪的猜测 当下最要紧的就是读书 有这么多的书 实在是令靠借阅之后超书再读的红义啊 心里太高兴了 徐老看见红义一本又一本的翻看着 倒是满意的点点头 先生好好休息 这些天呢 若是没有别的事情 就可以居住在这幽谷之中 一切茶水饭食的供应啊 都由老朽招待了 红义道 行 那我今天晚上开始就开始给书籍分类整理 那好 小桑 小飞 小叔啊 给先生去做夜宵茶点 几声狐狸的欢快的叫声 从外面传了出来 老朽要去静坐养神的功课了 先生若要什么 你就直接吩咐一声 外面的孩子们 虽然现在还不会说话 却能够听得懂人话了 徐老叮嘱一番之后 摇摇晃晃地走出去了 红义此时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满石室的书上 徐老叮嘱狐狸一走 他立刻满屋子走动 眼睛巡视着自己那些感兴趣的书 这石室里面的书还真是全啊 尤其是关于武术拳法的 还有修炼的倒数 大约半个时辰之后 红义把整个石室粗略地走动了一遍 发现这座石室里面的藏书 有很大一部分是武术拳法 其余的是修炼的倒数 真是浩如烟海 居然还有武经 道经这两部大书 这两部大书我已经心仪很久了 早就想阅读了 可是一直无法找到 也无法借到 红义正翻着呢 突然他看到了正中央的书架上 显赫的位置摆放的两部大书 一部是武经 一部是道经 这两部书都是一大部 每部都有厚厚的几十册 红义看见之后 如获至宝地扑上去 对于这两部大书 他可是想看很久了 这两部书都是大前王朝开国之时编著的 武经是收罗天下武学编著的一部书 道经则是收集天下道书编著的一部修炼之书 红义读过许多人的读书笔记 曾经详细地描述过这两本书编著时候的情况 说大前王朝收集天下图书 把整个国家的文库都给堆满了 同时编书的人是成千上万 其中更是有各大武学名家 道教太上道 正一道 方仙道 佛教的一些首脑人物参与其中 可惜啊 这两本在编著之后还没过几年呢 大前王朝就立刻禁止应课了 同时把已经刊印的书从民间再给收回来 一举焚烧 凡是藏书被发现的都是重罪 而后大前王朝又打着正人心气邪说的口号 多次征集民间庙语的图书 大修典籍 但是再也没有修武经道经之类的书了 全部都是仁义礼法 大义忠诚之类的经义 而民间那些收集起来的道教书 武术全法书籍都焚烧一空了 而且大前王朝在下命令 严禁民间撕炼权棒 严格控制天下的妙语道观 直到二十年前 大军剿灭大禅寺之后 大前王朝对民间武力的控制 达到了一个空前的严格 不过 大前王朝虽然禁止撕炼权棒 但却鼓励王公贵族宗室练武骑射 同时在军队之中开办了讲武堂 讲武堂之中对武学有严格的等级划分 比科举考试还要严密 是练武人晋升的一种途径 这一系列的手段 红毅都是在一些读书笔记之中略微地读过 不过 关于军队之中讲武堂的具体事情 他也不清楚 以士大夫压制武功 去暗中培养武官保存国家武力 征集天下图书 修订典籍 把武力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禁止民间的武力 发展官方武力 这样的手段真是翻运覆语啊 红毅看着这两部书 心中感慨万千 这两部书可不是那么容易看到的 大前王朝有律法 传抄刻印武经道经者 轻则全家充军流放三千里 重则掉脑袋 红毅对这两部书可是心仪已久啊 但是以他的身份 也不可能看得到 他如果收藏了这两部书 在侯府之中 立刻就会被赵夫人抓到把柄 那就麻烦了 读书人 可不能手无腹肌之力啊 既然这里有武经 我得好好读一读 找一两门修身的拳法来练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杨神 作者梦入神机 演播天行猫小白 后期淡淡 红毅带着这样的心思 就翻开了武经 武经开篇就讲 武学最终乃是兼顾肉身 超脱生死 绝非是杀戮逞强 世间如苦海 肉身如渡海之乏 若肉身兼顾 则能载人 直达苦海的彼岸 武学是超脱生死 那仙术是干什么的啊 红毅心中想着 又翻开了道经 道经开篇则讲 世间如苦海 人之肉身如渡海之乏 然苦海无边 乏中腐朽 唯有神魂坚固 则可舍弃周法 以自身之力 游至苦海的彼岸 原来是这样的呀 两种不同的修炼道理 却都有道理 红毅是读书之人 自然很容易就理解了 书中的文字是什么意思 读了武经和道经的开头 他总算对武术仙术 两种修炼之法 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两者最终的目的 都是为了超脱生死 世间是一片大汪洋 人活在世间 肉体就好像是渡海的船只 而神魂念头 就是船只里的人 武术是讲究修炼肉身 肉身坚固了 可在人安全渡过苦海 而仙术呢 则是讲究湖海无边 船只肉身终将腐朽 不如直接修炼神魂 就好像是让人精通水性一样 这样啊 就算是船只破灭了 人也不会淹死 红翼再翻下去 两者做比较 他发现 武术的修炼 分为炼肉 炼筋 炼膜 炼骨 炼脏 炼髓 换血 七大层次 在五经里面呢 对着七大层次 又做了详细的描述 炼肉 为武术的基础 运动周身将全身之肉 炼得结实饱满 反应灵敏 能敌二三人之围攻 大仙王朝军队里面的 讲武堂 又把这样的层次 称为 武生 炼筋 就是 全身的筋 伸缩强劲 爆发力量凶猛 身体敏捷 能敌六七人 这样的人呢 在军队里面 叫武徒 炼膜则是 全身皮膜结实 抗住击打 一人发力 人皮如牛皮一样坚韧 能被十多个人包围着 还可以战胜 这样的人呢 称为 武士 炼骨士 全身骨骼坚硬 洞穿力强大 肉身更为敏捷 抗击打力更强 能敌数十人 这样的人呢 称呼为 武师 炼脏式 通过呼吸吐纳 使内脏强大 呼吸连绵深远 体力悠长 几乎能敌百人 行走 急如奔马 跳跃灵动如飞鸟 称呼为 先天武师 炼髓式 全法武术的修炼啊 已经达到了 深入骨髓 这样的人 称之为 大宗师 而换血 使骨髓强大之后 经过修炼 全身血液 焕然一新 所谓是 炼髓如霜 炼血拱僵 脱胎换骨 伐毛洗髓 这样的人呢 能敌数百人 为五中胜者 武生 武徒 武士 武师 先天大宗师 武圣 好详细的划分啊 不知道是不是 跟科举的划分一样 声援秀才 举人 近视 大前王朝 已武力过 下了如此之大的功夫 却是读书人 所不知道的了 就连几人敌 都有估计啊 看来都是在军队里面 严格的演习过的 不过就算是 武中胜者 好像依旧不能超脱生死啊 似乎有一种 意犹未尽的感觉 弘一想到这儿 心中产生了一种 莫名的恐惧感 是对大前王朝 对人武力的控制 到了一个精确的程度 而产生的恐惧 这样强大的 武力控制系统 比科举考试 还要严密的 一个晋升的途径 读着读着 弘一突然发现 武经正文字体的 家行当中 还有住戒 显然是读书的人 自己加上去的 啊 练武不明俏 终究不能肉身成圣 也不能洞悉肉身之奥妙 人之一身学俏 如天上繁星 天地众神居住其中 若有人能够明俏 修炼至于上天星辰忽养 则举手投足 威力无穷 秦荣至相 如道家 阳神之荣神超脱 达至人先之境 映月禅师 与大前朝 立国三十年 中秋著 显然 这一段文字显示的是 大前寺的一个叫做 映月禅师的和尚 注解的 这一段文字的意思 也并不深奥 意思就是 人的肉身 除了肉 筋 蘑谷 内脏 水 血之外 还有许许多多的学窍 如天上之繁星 众神居住在其中 修炼这些学窍之后 就能够举手投足 有无穷的威力 肉身成仙 视为 人仙 人仙 武学的最高境界 是人仙 红毅看着这一段注解 心中想着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 就曾经开九弹强弓连社 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境界 看来我是要练武了 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 可不是什么好情况 咱大前朝 虽然有文官把持朝政 但是要真正封爵位 还得靠战功 我要是学了武艺 考重近日 再去到军队里面 那地位就高了 若是立下战功 封个爵位 那我母亲的名分 不但是夫人 而且是封军 地位就远远高过赵芬了 红毅读了武经的开头之后 又想起了练武 其实红毅并不是不想练武 但是实在没有那个条件 也请不起武术教师 也没有钱买弓马 练习骑射 幸亏现在科举考试 已经取消骑射了 要不然的话 他尽其一生 也没有出头的机会 不过他倒是知道 如果练好了武功的话 考重近日文武双全 进入大前王朝的军队系统之后 地位会很高的 如果在立下战功 会封到爵位 如果运气好的话 自己母亲的名分 就会被朝廷封为君 封君的地位 可又比夫人的地位高多了 是朝廷赐予豪门世家荣誉的 一种最高封号 武温侯府之中 只有死去的洪老太君 洪玄姬的母亲 才是慈安君 一定要为自己的母亲 征一个最高的名分 不过武学修炼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啊 也并不急于这意识 先看看先术神魂的修炼 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啊 弓义又翻开了道经 果然和那个叫徒老的狐利 所说的一样 道经里面的修炼 却是分为十大层次的 为定神 出窍 夜游 日游 趋雾 险形 附体 夺舍 雷洁 阳神 相比武经来讲 道经这本书呢 却是悬了很多 通篇都是一些 悬之又悬的大道理 而且大多半都是讲 道德戒律 告诫 如果是修道之事 要如何心无杂念 不能生出胆心来 还要遵守各种戒律 如忠君 爱国 不乱传法 不显露仙术 不为非作胆 还有许多因果报应之类的东西 红毅对这些都略过不看 因为他知道 古老的道家宪法 都没有这些东西 这些个戒律道德之类的 都是道派为了依附黄泉 而掺杂进了 读书人的道理当中去的 读书人的道理 红毅都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 也不用去复习了 他现在要看的 是古老道家宪术的 修炼的经义 在他看来 这些道德戒律的 都是似是而非的 和正统的经义是有差别的 读炼没有什么效果 毕竟是掺杂的似不像的东西 书读的多了 自然也就会去到 那些粗制大业的部分 所以呢 红毅看书看得还挺快的 就在红毅一目十行地 往下看的时候 突然 一篇占了很长篇幅的修炼方法 映入了他的眼帘 文中记载的修行方法很复杂 名字叫做 宝塔观想出窍法 宝塔观想出窍法 沐浴 敬手 念经文 还有咒语 手势 这些方法 就能够定住心神 然后神魂出窍吗 这种神魂出窍的方法 首先是要沐浴 清洁身体 然后静坐 念咒语 捏手诀 等待自己的心 彻底地静下来之后 再观想 有七层极高的宝塔 而自己 一步一步地登上去 在最高层的时候 突然一跃而上 神魂就离窍了 上面的咒语很复杂 手势也很复杂 红毅一看就有点头晕脑胀 可以想象得出 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修炼 好复杂的咒语跟手诀啊 不过 红毅突然记起了 草堂笔记之中的 一段议论 大到至紧 那些道士偏偏要搞出 繁杂的手诀咒语来 其实沐浴 念咒 手诀 都是一种使心静下来的方法 读书人一坐下来 自然就心静如水了 根本不需要那些东西的 想到这些之后 红毅心中有了一丝名物 嘴角 显露出一丝笑意来 石室里有桌子 桌子上面有笔墨纸燕 红毅坐在桌前的凳子上 注水磨磨 听着霍霍霍霍的磨磨的声音 心情已经逐渐的安定下来 安定下来之后 红毅铺开纸张 在上面一连写了三个 登到最顶层的时候 突然奋力一跃 诶 没有什么出窍啊 这不是还好端端的吗 红毅想象一跃之后 睁开眼睛 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自己还是自己 捏了捏自己的手 还是有感觉啊 四周的环境也没有发生变化 于是红毅就再次静下心来 定下神 又试了一次 还是不行 于是红毅陷入了沉思 登上宝塔 一跃而出 关键地方应该在这里吧 红毅参悟着整段练功的功法 有了 红毅心中突然一闪 他闭上眼睛 想起自己的小时候 有一次跟随母亲 登玉京城的第一塔 宝月塔时候的情景 宝月塔一共有十三层 一层一层走上去 几乎可以俯瞰玉京了 当时母亲牵着自己的手 到了楼顶 天风吹来 红毅看着下面行人只有拳头大 就有了一种头晕目眩 双腿发软的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 红毅心中道 急遇而出 急遇而出 虽然是假象 但是红毅回忆小时候的情况 仍然觉得不寒而令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杨神 作者梦入神机 演播天行 猫小白 后期 蛋蛋 突然之间 他把心一横 猛的向上一跃 整个人就跃入了空中 向楼下坠去 只听耳边轰隆的一声 天地已再非是天地 就这念头之中的一跃 假象中的跳下悬崖 红毅就陡然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一轻 好像轻飘飘地浮了起来 眼前的景物 还是眼前的景物 四面都是书 四面都是石洞 但是唯一不同的是 红毅却看到了 自己的身体 准确地说 他整个人轻飘飘地 没有一点重量地 浮在自己头顶上 看到了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身体 呼吸微弱 两眼紧闭 好像是睡着了 又好像是晕死过去 我 我魂魄离体了 一个念头在红毅的心中 生腾起来 红毅倒也没有太紧张 传闻之中 身体虚弱的人 晚上在睡梦的时候 能够神魂离体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红毅看了看四周 景物如常 他用手翻了翻书 发现自己的魂 根本就翻不动数 很显然 神魂就是一股 无形无质的念头 又看了一下 灯下也没有影子 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 无形无质 到底是做梦 还是真的神魂出窍了 红毅又怀疑自己 是不是在做梦睡着了 因为在睡梦之中 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看到自己的身体 但是梦里都是不自觉的 也就是一瞬间 根本让人来不及体会 而现在 却是自己人为的 可以体会得到那种 把念头神魂 跳出体外的感觉 这种感觉非常玄妙 让人不敢相信 突然之间 一阵风从石石外面吹进来 非常的寒冷 风吹到身上 红毅就感觉 自己好像赤身裸体 站在冰天雪地一样 寒冷的瑟瑟发抖 随时都可能给冻毙 同时他又好像是 不会游泳的溺水者 掉入了汪洋大海一样 随时都可能被灭地 无助 无力 感觉非常的难受跟恐怖 难怪啊 庆书里面说 肉身是渡过苦海的宝伐 原来神魂离的肉体 就好像是离船 掉进大海的人一样 这么恐怖啊 这时候 红毅的脑海之中 产生了一个念头 就是赶紧回到 自己的身体当中 神魂出窍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外面居然这么危险 但是 红毅发现自己根本动不了 就好像是冻僵了一样 溺水被卷进漩涡了一样 是精疲力尽 红毅的神智渐渐地模糊起来 红毅感觉自己快要魂飞破散了 神魂出窍 原来这么危险啊 第九集 你怎么魂都跑出来了 就在红毅感觉到自己的神魂归不了体 即将魂飞破散的时候 突然 他看见了一个浑身素白的小女孩 突然跑进来 一把抱住自己 推向自己的身体 随后 红毅只感觉浑身一阵轻松 猛地就坐起来 眼前却没有什么身穿素白的小女孩 而是一只小狐狸 石桌上放了一盘果盆 果盆里面几样小吃 还有一杯热气腾腾的茶 小白狐狸的眼睛对着自己 一眨一眨的 刚才是你救了我呀 红毅对着小白狐狸问 小白狐狸点点头 红毅知道 自己刚才神魂脱体 险些回不了身体 危险到了极点 幸亏这个小白狐狸的魂 把自己推了一把 那个浑身素白的小女孩 应该就是这个小白狐狸 出窍的魂 红毅总算知道 神魂出窍的危险了 唉 难怪世间如苦海 肉身是度世的爆发 神的神魂脱体 就等于是赤身裸体 跳进海里 一下就完了 小白狐狸欢快地围绕着 红毅转着圈 同时用爪子指着 盘子里面的茶点小吃 这是什么呀 红毅发现盘子里面的 干果很奇怪 是一种比豆子大的果实 果实外面包了一层 红色的外膜 而另外一个是大果实块 被烤的焦糊 剥开外壳 里面是金黄的 散发出一种香甜的味道 令人食欲大增 红毅倒是真的从来没有见过 这两样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 小白狐狸又唧唧地叫着 好像是在回答红毅的问题 但是他们俩语言不通 红毅看得是莫名其妙 小白狐狸叫了一会儿 似乎是知道解释不通 就巴达巴达地跑出去 叼了一根长长的香进来 把香插在地上点上火 不一会儿 红毅周围便香烟缭绕 小白狐狸用前爪 点了点自己的头 在地上蹲坐着 同时指了指红毅 要红毅学自己 你的意思是 嫌我在神魂出家 咱们就能交流了 可是 红毅刚才可是试到了 神魂出窍的危险了 有点犹豫 小白狐狸又用爪子 指着纸地上燃烧的香火 意思是 有香火不怕 啊 好吧 红毅坐好 闭上眼睛 施展着薄塔观想法 突然的一跳 哼 他又看见自己的身体 又一次的神魂出窍 你以前修炼过吗 怎么这么快就可以神魂出窍 红毅听到了一个声音 同时他看到了小白狐狸头顶上 虚占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 全身的素白 衣媚飘飘 眉目如弓笔刻画 精致之中 透出了灵性 我叫红毅 你叫什么名字呀 红毅看见四周围缭绕的香烟 只觉得 浑身好像是泡在温泉里 完全没有第一次神魂出窍的寒冷 我们纯胡都姓屠山 我叫屠山桑 你叫我小桑吧 原来你叫我红毅呀 那我以后就叫你小毅哥哥好了 我的身体还没有学会说人话 只能和你神魂交流 这是檀香 能保护神魂 却是不怕风把魂耳吹散 妙语里功夫的香 都是这种呢 红毅孝道 难怪神都喜欢香火 小毅哥哥 你刚才叫我小毅哥哥 小桑虽然只是狐狸 但是神魂出窍之后 和人没有什么两样 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 你还没有告诉我 你为什么这么快就能出窍呢 你刚才修炼的是宝塔观想法吗 我修炼这门方法的时候 苏鲁修炼了一个月 才能把握出窍呢 小桑摆弄着自己的头 这法门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就是取一个登高之后跳跃的念头 登上高崖的人跳下去的时候 还没有到地面 实际上就已经死了 就是魂已经出体了 修炼这种观想法 也就是假象自己从高处跳下来 神魂就出窍了 红毅思考着 我刚刚看了《道经》里面的记载的 定神 出窍 夜游 日游 躯物 现行 附体 夺舍 雷洁 阳神 这道家的神魂修炼之法道理很简单 但是难以入手啊 幸亏我是读书人 能够静得下心来 一般人心缘一马 怎么能够定得下神来啊 定不下神就别谈出窍了 哎呀 果然是大道之简啊 这仙术的修炼比武学的修炼简单多了 哎 小子啊 这什么吃的啊 我怎么从来也没见过呀 是给狐狸吃的嘛 红毅指着地上的两样东西道 这是大禅寺的和尚从海外带过来的种子 红毅的那种叫落花生 又叫花生 那个烤得又香又软的叫做番薯 大禅寺被烧了之后 我们就把一些种子带过来了 自己在山里面播种呢 这两样东西又好重 产的又多 还很好吃 小三咯咯咯地笑着 花生 番薯啊 红毅看了看 伸手去碾 却碾了个空 小毅哥哥 你怎么这么笨啊 活是拿不起东西来的 人也看不见呢 除非到了区物的境界 才能拿起东西来了 不过小毅哥哥 你这么快就可以修炼到出窍 区物应该很快的 果然 人是万物之灵 修炼起来 比我们狐狸快多了呢 小飞小叔 你们快过来呀 小义哥哥 居然能神魂出窍 和我们说话呢 小桑突然叫嚷起来 就在这时 门口又进来了 两只小白狐狸 看见时事之中 点着檀香 就都发出了 唧唧的声音 身体匍匐 蜷缩在地上 不动了 同时 红毅就又看见了两个 依旧是身穿素白的 小女孩 真的哟 这下可好玩了 天天呆在山里面 可闷死我们了 可惜原非姐姐说 外面不能去 去了 人会杀我们的 上次原非姐姐 也带了几个书生来 说要教我们读书说话 写字 但是才看见我们 就晕死了过去 真搞不懂 我们狐狸有什么好怕的 那些人一边要杀我们 一边却害怕我们 真奇怪呀 小一哥哥 你叫小一哥吗 有个人真好 咱们以后可以一起玩 我老早就想出山 找人玩了 两个小女孩 七嘴八舌地说话 围绕着红毅 叽叽喳喳个不停 让红毅感觉到 小女孩居然还有 这么可爱的一面 却不像五文侯 府邸中的丫鬟 就算是年纪小 但是个个都精明 都想着削尖了脑袋 怎么往上去钻影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杨神 作者 梦入神机 演播 天行 猫小白 后期 淡淡 红毅感叹 世人都说狐狸狡猾 却不知人的疾变狡诈 胜过狐狸一万倍 对了 你们三个修炼到什么地步了 我和小三都才修炼到出窍 小叔厉害一点 可以夜游远行呢 但是还没有到 热游远行的程度 不能离身体太远呢 袁非姐姐说 如果我们没有修炼到去物的阴神境界 就不能用非针非剑 那都不能出去呢 不然伤完那些人 血魄旺盛的 我们就迷惑不了 很容易被害呢 小飞摇摇头 非剑 非针 红翼疑惑道 是啊 练到去物的境界后 可以驱动剑和针刺杀 还可以驱动石头打人 就可以保护自己了 小桑道 红翼问道 哦 那没有练到去物的境界 你们有什么自保的能力吗 在神魂没有练到去物之前 我们只能迷惑别人自保 但是碰到身体强壮 一直坚定地明白人 迷惑他们就有点困难呢 像一个个你这种明白人 我们就一点迷惑不到 上次剑山打猎了一群人 其中就有几个身体特别强壮的 我们活儿老远就看到 他们血气旺盛的 好像火烧一样 都不敢靠近 还好我们躲藏了起来 没有被他们找到 三个女孩里面 小叔似乎成熟一点 说话也有条理一点 啊 妖妹要迷惑人 首先要人的内心不正 或者是身体虚弱 气血不旺 弘义详写了草堂笔记里 记载的一些东西 妖妹迷惑人 一是要人的内心不正 疑神疑鬼 神魂就会虚弱 第二是身体虚弱 血气不旺的 也可以趁虚而入 比如将死之人 就总是能够看到妖魔鬼怪 这个道理 弘义倒也懂 难怪说神鬼之道 不登大雅之堂了 原来有这么多的机会啊 弘义听到这些话 又对修炼神魂的仙道 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了 修炼神魂的仙道 限制太多了 难以入手 而且危险性太大 难怪事件并不流行呢 而武学之道却是大圣啊 原来修炼神魂 第一是要静心定神 驱出一切的杂念 然后才能够通过观想法出窍 首先静心定神 驱出一切杂念 这样的条件 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就算是能够做到出窍了 也好像是不会水星的人 离船跳海一样 立刻有可能遭遇到灭定之灾 弘义顾讲 很多修炼者在修炼的时候 都会在出窍之后魂飞魄散 而且就算是出窍 仍然没有什么自我保护的能力 要直到驱悟之后 才逐渐有了自我保护之力 这可比拳脚功夫差多了 拳脚练上一两个月 就能够轻易地击倒一两个人了 啊 难怪《道经》之中 记载观想法的时候 却并没有说 要点燃一株檀香的 原来蕴藏了恶毒的意思啊 是想要修炼的人 去死 弘义又揣摩出了一些 《道经》里面 记载的一些修炼方法的弊端 甚至有些是故意的恶毒 《道经》是大前王朝 收集天下典籍编著的 看来大前王朝并不像人修炼仙术 那样会破坏王朝的统治的 这样一来 《武经》里面也可能有很多故意的不提醒 不过我想《武经》和《道经》 应该有两个版本 《皇家书库》里面的是一个版本 而流传到民间的 又是另外一个版本 而且大前朝的皇帝恐怕觉得 这本书仍然不妥 于是下令给尽了 弘义读书呢 不是读死书 而是要揣摩著书人的想法 甚至是平生的经历 更有甚至 要搞清楚成书的时间 靠查著书人 著书的时候是个怎么样的环境 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心态怎么样 这样才能把一本书彻底读通 心灵和著作人交流 现在弘义略一思考 他就明白了 大前王朝的《武经》《道经》两部书 虽然博大精深 但其中也有许多不妥之处 甚至是引诱人死掉的地方 难怪呢 《武经》里面的最高境界 只有武圣 却是没有人先 想通了这个问题 弘义心中一片清明 小桑 小叔 小飞 你们纯虎祖 都是按照这《道经》上面修炼的吗 弘义突然问 是啊 开始的时候是这样 不过有几个长老 组后入谋死了 后来白先生过来了一次 说这部《道经》有问题 于是给徒老指点了 小叔回答着 白先生 白先生是什么人呢 弘义这是第一次听到白先生 白先生叫做白紫月 很有名气呢 是天下八大妖仙之一 那天下八大妖仙又是什么呀 小叔又摇了摇头 就是除了人类之外 最杰出的八个厉害的 不过我也不知道 就是上次偷听白先生和原妃姐姐谈话 偶尔听到的 咦 香药烧完了 小义哥哥还是归翘吧 要不然会受不了的 等神魂强大了 小义哥哥还可以和我们出去玩呢 以后小义哥哥 你还可以到城镇里面去 给我们买些东西回来玩好不好呀 我可是好想去城镇里面买东西呢 等到三胡一人神魂归翘 红衣睁开眼睛 眼前就什么也没有了 只有三只小白胡在看着他 眼睛一眨一眨的 刚才跟三个小女孩的谈话 仿佛是做了一场梦一样 三只小白胡又叫了起来 把石桌上的干锅捧起来 送到红衣面前 红衣捏开一粒花生米 果然是满口的脆香 剥开番薯 也是满嘴的香甜 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好东西 喝了一口热气腾腾的茶水 红衣看着三个跳来跳去的小狐狸 想起了神魂出窍的时候 三个喊自己小义哥哥的女孩子 心里面涌起了一股暖意 这样的暖意 在人情冷暖似刀剑冰霜一样的侯府里 是感觉不到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